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东西变成一个框架了以后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你在用的时候 雷你不方便 你就要去封装哪里 团队作战就需要这样 如果你就是一味的雷代码 你的代码积累不了半点 你写代码越写越多 如果你学会了这样封装 你的代码会越写越少 而且团队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audio 我先把这个资源给拖过来 我看到audio没有 好 这个audio模块 我们说了要播放audio这些场景中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啊 audio 需要需要哪些东西啊 是不是需要一个audio listener audio listener 监听者呀 谁在听你播放给谁听对不对 listen 所以说 listen tn listen tn listen 啊 好 那么看到 这个audio listener 所以说场景中 也尤其只能有一个audio listener 这是他的播放的必要条件 必须要有个这么东西啊 尤其仅有一个啊 那么如果像很多同学就想复制两个啊 复制两个是吧 这地方就会报错啊 会报什么 你运行的时候他会报错 他会他说你场景中有两个 listening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相机是可以两个的 那你这边挂了两个 什么意思啊 是报这个东西啊 zr2 audio 只能有一个啊 这是报 啊 啊 这个地方是啊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这个场景中只能有一个 一般的就是相机 啊 你要你要如果用那样相机 你把这个audio listener给关掉 ok 啊 好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 因为一般的看的时候 一般你看的时候 天听着嘛 你在玩视频 你玩这个游戏 那这个视频 这个就能看到的范围 是不是就是我的监听者呀 因为这个就是就是我们的眼睛一样 他才是监听者啊 他只能是他是 listener 他是听者 他是观众啊 记住了 所以说必须有一个啊 啊 第二个 第二个 能够帮出来 第二个 我们可以在这个任何物体上挂一个叫做 audio sauce 是要挂这个东西啊 这个声音图件对不对 需要挂它 哦 第三步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拖上去对不对 啊 啊 这么一个过程啊 这么过程 啊 啊 啊 对 说得非常好 那样 那播放一个播放一个声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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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蝗啊 这么美妙的声音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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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 这个废废话少说啊 后面啊 里面有很多注意事项啊 我们后面这个有话是在说 嗯 不是那么简单啊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audio在那放着 在身上挂个东西就可以播放 对不对 非常简单 对不对啊 啊 啊 不能不能这样玩的 好 那我们来看到什么东西了 第一个 能够挂在 这个东西能够挂在这个 这个上面身上 是不是第一步它要继承于mola behavior 对不对 嗯 啊 第二步 你看到这个主件身上是不是有这么多属性 对不对 对 你往上一挂 是不是这些属性是不是要占用内存啊 我们到挂的时候是不是就6啊 嗯 对不对 是不是6的过程 你这些属性是不是都要占用空间的 嗯 就跟你刚才抽象的public girl的那个 就age啊 啊 年龄一样 这些属性 只要是属性都会占用空间 啊 所以说这些东西非常的庞大 那怎么办 你看到 哎我们这个audio 我我这地方我播放的时候 我是不是换一个也可以啊 你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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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换这个 啊 啊 啊 是不是是不是可以换对不对 啊 嗯 啊 哎呦 这个声音太大了 好 那么 那么想想 这个 嗯 我刚才是不是一个audio 是不是一个audio sounds 换了多个啊 这个 这个音效片段对不对 嗯 对不对 那说明这个地方是吧 就说明说明有什么特性呢 一个audio 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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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 sounds 这个大小通吃啊 哈哈 对吧 大小通吃啊 对啊 他他他他不管什么啊 你给他什么一个音效 只要是音效片段 MP3的啊 什么WAV的 WMV的 他 是WAV的 是吧 是不是他都能识别 对不对 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一个audio sounds 你又可以把他这个 哎 这个这个家伙非常的 啊 啥都能 啥都可以了 啊 挺通用的 一个audio sounds 可以播放 播放 任一个 这个 任意的clip 啊 audio clip 对不对 他是有这样的特性 对不对 啊 有这样的特性 好 第三个 我还要注意的是像 这个audio sounds 啊 非常的占用 占用空间 啊 因为第一个 他本身这个本身空间比较的 本身属性较多 啊 第二个他继承mola behavior mola behavior 所以说 哎我们能少用他 我们就少用他 啊 这个东西啊 我说了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能不继承mola behavior 就不继承mola behavior 不是什么东西来了 就继承mola behavior mola behavior 非常庞大 啊 那比如说我就刚才像我 刚才讲 popi的pipopi的个个儿 你也进成模子 比如啊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只不过是实力化方式不一样 是不是 一个是6 一个是拖 对不对啊 发生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我6的时候我6个个个儿 我单独6个个儿 是不是很简洁啊 他占用空间不多 对不对啊 所以说啊 他有这么一个特性啊 那好了 那么能否 第一个我想用有线个 有了这样的一些特性 我觉得大老总想 我们做手游非常难的 难在哪呢 做出来是一回事 做的比较的优化的好 是另一回事 因为手机的内存都是有线的 那么我们就想用有线的内存 展示更多的内容 让机器跑得更快 让更多的CPU片段 去运行其他任务 好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样我们就抽象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 开始我们的抽象 这样过程 看什么想象过程 想象过程 我就想了怎么了 我能否 用 既然你东西 你这个Audio Clips 需要Audio Source 那我能否用有线个 有线个Audio Source 播放无线个Clips 这是我想的第一个问题 我能否 你既然你这Audio Source 我又非得用不可 必须要用它 用这个组件去播放 对不对 但是 但是我能否用有线个东西呢 什么有线个呢 比如说 哎 我这个东西 我就跟我们的这个 怎么说呢 就跟我们这个 天封力 天封力商城 是不是 一共就这么几个教室啊 那我是不是 来来去去来来回回 很多班级都进入了 在天封力学习过呀 那他为什么就能装下这么多班级呢 因为在每一年 我们今年 今年啊 就是2017年 我们今年就开了10个VR班 那其实这么多教室啊 教室就这么多个 能装这么多专业 那为什么能装这么多学生过来 学完都走了 对不对 就是来一批又走一批 来一批又走一批 对不对 对不对 教室就是这么多教室啊 但是每每个月毕业有很多学生 每个月要进来很多学生 那是变成什么样 变成一个这样的 哎变成这样 哎 假话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大 这是一个 或者还还还你再这样想 哎 我现在有 就是我这个水杯 我怎么样 让一个水缸的水 都经过我的水杯装一遍 啊 是不是 就是打掉 是不是 我们要 像水杯的水 哎 往里面装一遍 我再水再倒出去 对吧 再装一点再倒出去 对不对 其实要不够快一点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这个过程 跟你的 你想想你的CPU的 你的手机里面 内存是不是就是两个G 三个G 四个G 这样的内存 对不对 那你想有些游戏 它运行起来 就占很多 它运很多质量 光有游戏质量 可能就十个G 你怎么有这样 十个G的东西 能在游戏里面 全部过滤一遍了 那这种效果 又是释放 是不是指当前用到的东西 对不对 不用到的东西 都是在干掉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过程 哎 我要想要把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是个小容器 这是个小容器 好 现在再来个大容器 这个大容器的东西 要往这里面放 那怎么办呢 哎 这个 对 一块块放 对吧 我第一步就放 先放这么一小块 比如我第一步 我就先放这一点 能装一下这么的 这么一点 好 我们就装这么一点 好 我们就到那装一下吧 你就是 一吟一下 哈哈 小明天是我男的 好 比如这样 比如这样 哎 你第一步 你这一部分水先进来 第二步是这部分水进来 然后就倒掉 就变成这么一个过程